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吸入过多的污染物 包括食棉 厨房油烟 PM2.5 悬浮微粒 石化燃料的废弃等等 这也都是造成肺癌的原因 最后就是本身有其他的疾病 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炎 肺结核 肺部纤维化 这些也都是容易造成肺癌 另外最重要的 在台湾有肺癌家族时 得到肺癌的机会会比一般人要高 肺癌的种类大概分成小细胞肺癌 跟非小细胞肺癌 根据卫福部火明健康署 109年的癌症登记报告统计 台湾的小细胞肺癌 现在大概只剩下6% 最重要的是非小细胞肺癌 有94% 其中排名前三名 最多的第一个就是肺腺 它占的比例最高 大概是80% 零状细胞肺癌以前的比例比较高 这跟抽烟关联性比较大 现在在台湾的比例越来越低 目前大概在11.8% 大细胞肺癌只占了1.3%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方式 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 肺癌治疗的选择越来越多 医疗团队会从疗效 生活品质 经济考量等多方面的思考 规划每个阶段最适合的治疗方式 以下我就分别一一的介绍 第一个标白药物 标白药物是对大家目前最耳熟能详的 利用口服或是注射药物 直接锁定特定的癌细胞 进行攻击 阻断癌细胞内的增生讯奥 进而杀死癌细胞 标白药物基本上不会造成 其他正常组织的伤害 所以大家都会想要说 有没有标白药物可以先选择标白药物的使用 化学治疗 化学治疗是利用口服或注射药物 砂质生长分裂快速的癌细胞 化学治疗就有可能会伤害到正常组织 但是目前的化学治疗非常的进步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它的副作用 可以跟你的组织医师做讨论 免疫治疗 利用注射药物重新火化体内免疫系统 对癌细胞的辨认 利用身体自己的免疫系统来杀死癌细胞 免疫治疗并不是药物直接攻击癌细胞 而是利用自己的免疫系统来杀死癌细胞 所以它的效果特别持久 如果有效的话 也是目前治疗的首选之一 放射治疗 利用高能量放射线 对有癌细胞的局部部位进行照射 来破坏或杀死癌细胞 这个通常是用来做局部治疗 临床试验 借由参与国内各大医院加入的临床试验 大家有机会接受优于现有治疗的新疗法 临床试验所使用的药 有可能优于现有的疗法 但是也有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副作用 要不要加入 也跟你的主治医师讨论 肺癌的驱动基因变异 当基因产生突变时 就可能产生癌症 人体有数百个与癌症相关的基因变异 目前已知道其中又有十几种驱动基因 跟非小细胞肺癌的生成跟治疗相关 要找到驱动基因变异的方法 就是做基因检测 目前的研究 如果病人有驱动基因的变异 接受针对驱动基因变异的标靶药物治疗 患者的肿瘤缩小的比例会大幅上升 治疗时整体的反应率也会明显增加 针对有驱动基因变异的族群患者 如果接受标靶药物比上接受传统的化学治疗 接受标靶药物的患者其中位数存活期显著的延长 而且能够减少负重的发生 肺癌的基因检测跟精准治疗 基因检测是要找出肿瘤的弱点 使用精密仪器检查病患肿瘤简体来进行基因分析 以找出是否有驱动基因的变异 那精准医疗现在是癌症治疗的新趋势 跟传统化疗相比 医师会根据肿瘤是否带有驱动基因的变异 拟定个人化的治疗策略 追求最好的治疗效果 同时减少不必要的副作用 驱动基因变异与相对应标靶药物的选择 透过基因检测找到肺癌驱动基因变异 跟变异形式后 医师会开始使用对应的标靶药物来进行治疗 图片所显示的就是2023年9月前 在台湾已取得肺癌适应症的标靶药物 包括EGFR、ROS1、BRAV、RED、ARC、KRAV、MED跟N-CHEC 那不同的基因有不同的药物 这个就是要根据驱动基因变异 再来选择适当的药物 驱动基因变异与相对应标靶药物的选择 做完基因检测后 如果你找不到相对应的标靶药物 你可以跟您的主治医师讨论是否使用其他的治疗方式 或者申请恩慈疗法 另外就可以讨论有没有机会来参加新药的临床试验 这边简单介绍一下恩慈疗法 恩慈疗法是以治疗为目的 给予以执行临床试验 且有正面治疗效果跟安全性 但在台湾尚未取得适应症的疗法 简单地说 就是在国际的研究 认为这个药有疗效 但是台湾还没拿到适应症 厂商为了让病人能够提早使用到不错的药品 厂商会免费提供恩慈疗法 可以与你的主治医师讨论 在我们了解肺癌形成的原因 种类治疗方式与相对应的标靶药物后 您可能也会好奇 基因检测如何能够帮助肺癌的治疗呢 在下一集的影片中 我将更深入的介绍 不要错过下一集的影片内容